许多第一线教学的老师来到现场 或是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 了解媒体试读推广的补助方案 中加宽评和台师大 共同合作的媒体试读推广计划 由中加宽评提供经费 台师大提供师资以及经验 要针对全国各级学校 以及其他预办理媒体素养活动的单位 只要课程内容和教材 符合媒体素养教学的内涵都可以申请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他们 有这方面的智能 但是苦无失之跟经费 我想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申请这样子的计划 这是台师大跟中加的合作 我们有钱 那失之是我们的专场 那钱就是来自中加集团的补助 那其他的就是 我像开会说说 你老老来我们就去办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媒体素养 随着传播科技日新月异 蓬勃发展 各种媒体提供快速且丰富的资讯 为了鼓励媒体素养教学在各地扎根 中加宽评出资 同时邀请教学经验丰富 光是今年就举办超过50场讲座 相关活动的台师大团队 由大船所教授陈炳红策划 提供多元的教学课程 以及一条龙的服务 让有心推广媒体试读的单位 都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协助 我听到这样子的可以师资可以 讲师费等等都是来自于补助 然后我只要绕人来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福音 现有的学校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些是没有办法去获得 比较大的一个校内的支出 变成说有外在的力量 提供这样的经费的一个支援 对学校课程是可以更加活化的 学校开设美门相关的课程 可以补助经费从5万到10万元 而一般单位所举办的讲座 研习 营队都可以补助 1到5万元不等 对于缺乏经验与师资的学校 或是社区团体 都是相当实际的帮助 做像中佳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媒体集团 然后跟台师大这么优秀的一个 学校的团队做这样的合作 我觉得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 它从很多的影像然后媒体 甚至包含我们这所谓的一个 下乡的这种团队 甚至我们补助相当的课程 所以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全面化的 以这样子媒体素养观点 把它普及 去年中佳宽平和台师大 共同办理媒体素养教育合作计划 成果丰硕 师生和民众参与踊跃 今年更提供超过500万元的经费 全面推动 也欢迎各个学校或团体 一起共襄盛举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一同为媒体试图的推广 尽一份心力 记得周康佩高雄报导